各位下午好 欢迎大家参加中国海油2023年度业绩说明会 现在让我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出席的发布会的公司代表 他们分别是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汪东静先生 首席执行官及总裁周星怀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林博强先生 首席财务官王兴女士 以及董事会秘书徐高先生 本次会议将会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由汪董事长做开场之词 之后王总会为大家回顾公司2023年度的经营和财务表现 最后会有一个问答环节 现在我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汪董 有请汪董 好 谢谢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 媒体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在美丽的季节 在此与大家会面 共同分享中国海洋 一年来取得的优异成绩 首先我代表中国海洋董事会和管理者 对各位的参议 对各位的参会表示热力的欢迎 2023年是出立在法都行事干的一年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我们坚持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真主商产 持续实施 机制将本生效 公司 除量 产量 再创历史新高 成本竞争优势得到巩固 盈利水平保持高位 在发展游戏主义的同时 我们努力推进科技创新 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能力不断增强 数字化转型 进展顺利 稳步实施预设发展跨越工程 促进游戏主义与新能源融合发展 我们坚持高标准的公司治理 积极回报股东 获得市场高度认可 两地股价美创新高 2023年 得益与科学模画和踏实奋斗 中国海域再次交出一分量力的成绩单 为于股东分享发展成果 董事会以建议派系 2023年目期股息 美股0.66港元 朋友们 水旅更新 春回大地 展望未来 我对中国海油 高质量发展充满新兴 我们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能源公司的步伐 为股东创造更高的价值回报 请大家与我们继续携手同行 共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汪董 接下来有请汪总继续 尊敬的各位股东 关注和支持中国海洋 海游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欢迎光临中国海游 2023年年度业绩说明会 那么下面呢 我将和大家一起回顾 公司2023年的经营业务和财务表现 这是今天出席发布会的董事会 和公司管理层的成员 在开始前 请各位浏览一下免责声明 请翻到下一页 今天的介绍呢 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介绍公司2023年的业绩情况 接下来重点回顾去年的经营亮点 最后是对公司的未来的展望 下面我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公司2023年的业绩概况和财务表现 过去一年 在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公司再度取得了优异的经营成绩 净产量达到678个百万桶油当量 净证实储量上升至了6784个百万桶油当量 均创历史最好成绩 得益于良好的业务表现和领先的成本优势 公司的规模净利润达到了人民币1238亿元 经营现金流达到人民币2097亿元 为积极回报股东 董事会已建议派发末期股息 每股0.66港元含税 这张图展示了公司过去十年的经营情况 可以看到多年来公司一直追求有效益的产量 坚持不懈地推进增储上产和降本增效 2023年在国际油价大幅下降17%的情况下 保持了强劲的盈利能力 净利润保持在了人民币1200亿以上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这张图 回顾过去十年时发现 其实我们很难找到一年 相类似的油价去类比 那么最接近的可能是2018年 那相较五年前 国际油价仅上涨了14.7% 而公司的净利润大幅度上升了135% 这主要是得益于净产量的上升43% 以及公司良好的成文管控 公司在穿越油价周期的情况下 实现了高质量的发展 盈利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 为股东创造了更大的价值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2023年公司的经营亮点和主要的工作措施 首先是在勘探方面 2023年公司在国内和国外 海上和陆上 原油和天然气各个方面多点开花 共获得了9个新的发现 成功地评价了22个含油漆构造 这一页是我们对2023年的 勘探亮点的总结 那么可以看到 在大型的油漆田战略发现方面 我们获得了两个成功的评价 即博中266和开平南 三个成功的发现 即秦皇岛273 神辅深层霉层气 和桂亚纳Lensfish 四项领域性的勘探战略突破 接下来我重点介绍几个成功发现 和成功评价的一吨级油漆田 博中266经成功地在评价 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了2亿立方米 实现了全球最大的变质岩浅油田 开平南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1亿吨 成为南海首个深水深层一吨级油田 秦皇岛273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超一吨 是我们在渤海浅层一吨级油田 发现的重要突破 神辅深层霉层气 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 成为中国首个深层霉层气的 千亿方的大气田 在海外 Guyana Starbroke区块取得了突破 超深水深层勘探 获得了一吨级的发现 Lancefish 区块的总壳采资源量 达到了110亿桶油当量 海外的天然气勘探 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印度尼西亚的东固天然气项目 滚动勘探也展示出了良好的潜力 公司的净正式储量也创了历史新高 达到6784个百万桶油当量 储量替代率达180% 储量寿命连续7年稳定在了10年以上 巩固了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 2023年净产量达678个百万桶油当量 同比增长了8.7% 连续5年创历史新高 相较同业公司 我们近年来的产量增速 始终位于行业前列 为穿越油价周期保持盈利能力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 年内投产的新项目 博中196宁溪气田17的开发项目 是博海首个大型的宁溪气田 高峰日产量约3.7万桶油当量 陆峰13.2油田开发项目 是南海近十年开发的 最大对外合作油田 高峰日产量约3万桶油当量 有望超过120万桶油当量 巴西也是公司海外发展的重要产量增长的主力区之一 2023年巴西的Busios 5项目投产 该项目所在的Busios油田 已投产了5期的项目 到2027年预计会有11期的项目运行 2029年的高峰日产量 预计达到150万桶油当量 此外在巴西我们还有Mero油田 Mero2项目是今年1月投产 该项目所在的Mero油田 已经投产了两期的项目 到2025年预计有4期的项目运行 2028年的高峰日产量 预计达到60万桶油当量 在中国路上 我们已经建成了三大非常规的 天然气生产基地 产量实现了5年增长3倍 成为天然气产量的重要来源 2023年我们围绕两堤一将 开展专项工作 中国海上的在产油田的采收率 显著提高了1.2% 自然递减率有效地控制在了10%以内 为在产油田的文产增产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也实施了多个 提制降本增效的专项行动 在钻丸井方面 我们提升核心技术能力 强化精益化的管理 我们推广应用新优快的模式 缩短项目开发周期 推动新项目提前带来产量贡献 提高经济效益 在工程建设方面 我们深化应用工程标准化 从源头统一优化海上平台设计 采办和建造方式 推动新项目增速提效 新项目的整体提速超过30% 批量化的采办缩短了降本5% 在渤海 我们全面建成了全球海上油田 交流输电规模最大 电压最高的岸电工程 总规模达到980兆瓦 渤海现有的海上设施覆盖率 达到了75% 岸电建成后 能够促进我们经济的开发 创造效益产量 比如在提高供电的稳定性方面 将提高生产时率 降低产量的损失 此外也减少产量的消耗 提升区域天然气的供给能力 同时还会大幅度缩小海上平台的面积 降低开发成本 此外更能够助力我们 推动绿色地碳发展 探索智慧油田建设 在发展油气主业的同时 我们通过深化节能降碳管理 推动海上风电和油气生产融合发展 持续培育负碳产业 稳步推进绿色发展 期内油气实现价格和市场走势 基本一致 油气销售收入和规模净利润 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第二十八页是对公司规模净利润 变动的一个分析 可以看到 2023年对公司影响最大的 就是价格 油价下降 对我们收入的减少 达到了680多亿 但是由于我们的销量的上涨 使得收入的增加约280亿 以及汇率的贬值 贡献了150亿 所以减少了 规模净利润的这样一个变化 达到1238亿 这也主要是由于我们持续地推进 增储上产 提制降本增效 有效地抵御了国际油价下降的影响 第二十九页 展示的是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变动情况 我们继续追求有效益的储量产量增长 经营现金流逆势同比上涨了2% 自由现金流充裕达到人民币888.7亿元 2023年底 公司的财务状况依旧保持健康 股东权益较期出增加了695亿元 总资产也超过了人民币1万亿 资本负债率进一步地下降到了15.2% 资本支出方面 公司在勘探和开发生产领域 共投入了人民币1296亿元 有力地支撑了增储上产 技术研发和油气基础设施的建设 公司成本管控效果良好 桶油的主要成本是28.83美元 同比下降了5.1% 我们也做了一下国际同行的对标 可以看到桶油作业费为7.54美元 处于国际同业的前列 同比下降了2.6% 主要是汇率变动和产量增长的综合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股东回报 通过不断地提升经营业绩 积极与股东分享发展成果 董事会以建议派发 2023年末期股息为0.66港元每股含税 全年的股息达到1.25港元每股 股息支付率达到43.6% 最后我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未来经营策略和目标 2024年为实现公司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坚持推进油气增储上产 能源绿色转型 科技自主创新三大工程 和提制增效升级行动 我们将一如既往不断地提升价值创造能力 为股东带来更大的回报 与此同时作为负责任的企业 我们也高度地重视ESG工作 将继续追求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未来几年公司的产量还将稳步地增长 我们有信心完成三年滚动的产量目标 我的介绍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王总为我们做出详细的讲解 接下来我们进入问答时间 如果在座的各位 希望跟我们的管理层进行交流 请举手示意 通过电话会议参会的朋友们 如果需要提问 请在电话上按新一键 在电话上按新一键 提醒大家在提问之前 请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姓名 以及所代表的机构 通过电话提问的朋友们 请尽量放慢您的语速 以便我们管理层更精准地回答您的问题 谢谢 好了 我们欢迎第一条问题 您好 我是美国红博社的记者 想请问管理层 就是公司怎么看待国际 现在由公司在贵亚纳这个项目中 股权转让方面的一些争议问题 然后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公司在这个区域涉及的一些权益 现在都有哪些 然后咱们会不会考虑动用这个优先的认购权 加大贵亚纳项目的持股比例 谢谢 感谢彭博的这个朋友啊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我是公司的这个总反 那么我们的这个项目呢 是三家合作伙伴 那么Exxon作业者是百分之四股的权益 HAS呢百分之三十的权益 虽然Limited呢我们是二十五的权益 那么公司呢已于三月十五号 这个向HAS呢提起了这个仲裁的申请 那么根据呢 Starbroker 区块 我们几方呢有一个叫联合作业协议 GOA 那么相关的仲裁的条款 我们来处理相关的事业 有什么后续的问题 我们会根据这个监管的要求 及时的去披露 也欢迎您来及时关注公司的相关的一些公告 谢谢 好的 谢谢 以上的回答是来自于公司董事会秘书 徐玉高先生 谢谢 好的 我们下一条问题是来自于 线上的界面新闻的侯老师 请继续您的提问 喂 您好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请继续 谢谢 我是界面新闻的记者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咱们中国海油 去年在这个勘探方面的这个成果 看起来是集中大爆发 评价和发现了五个一吨级的油气田 我想问一下这主要是得益于哪些因素 是青年行动的这个成果的一个展示吗 或者说一个体现吗 第二个就是关于能源转型 就是前几天吧 这个沙特拉美领导层说能源转型正在失败 然后我们也看到撬牌更新了最新的这个能源转型方案 下调了这个减排目标 我想请问一下 咱们中国海油对于能源转型是怎么看的 目前是不是说它正在失败 然后关于咱们海油在能源转型方面 是不是会做一些调整 谢谢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我回答您第一个问题 应该说 勘探是公司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源头的一个动力 我们应该说在青年行动计划的指引下吧 结合我们公司本身的战略发展需求 持续发力 应该说不单是七年 二三年 二二年 我们也有非常好的成果 这个好的成果呢 应该首先得益于整个的大复达成的一个共识 包括我们股东 还有我们政府 我们自己公司的员工 上下一制 这是第一个共识 第二呢 我们做好了基层基础研究工作 这也是我们勘探成果 比较好的体现的一个方面 由于勘探呢 不可能是一戳而就的 所以我们前期的准备 为近几年的勘探成效的大力提升 做好了非常好的基础工作 第三点呢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的战略引领 这个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我们说我们要坚持大中型油气天的勘探战略 我们要坚持油气并举向气紧携的这个方面 另外呢 我们持续的坚持有效益的产量和经济开发的储量的基本面 整个一句话呀 我们中国海油啊 是非常关注坚持 这个35美元的 统油成本的压力测试的核心竞争力的保持基因 所以说我们这个勘探成果啊 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也感谢大伙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吧 我们继续努力 谢谢 好 一个我来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啊 这个综观吧 这个人类能源的发展历史啊 是从固态木材煤炭 像液态石油啊 像气态的天然气啊 对转变的一个固质 未来啊 必然是从传统的化石能源 向非化石能源转变 这也是一个历史对能源发展的要求和趋势 那么这个近期吧 这个由于是欧冲突 巴以冲突 导致的啊 全球啊 全球啊 部分啊 国家地区在能源啊 供给上的紧张啊 格局啊 所以在这个 一些公司啊 国际上的大的一个公司 对这个能源转型的步伐上 有所调整啊 原来还是他们比较接近的 这个 所以这个调整也是在 这样一个特殊的形式下 那就是的一些调整啊 我们就不足评价了 对于中国海游来说啊 我们啊 在这个能源的啊 转型发展中啊 自定了我们的战略啊 主要的就是到2028年啊 公司啊 要逆征实现啊 探达峰啊 2050年啊 实现逆征实现啊 这个探中口啊 所以从战略的布局上啊 我们保持啊 定力啊 到目前啊 这个目标啊 没有做调整和改变 那么从 这个策略上面啊 我们啊 也是啊 立足当前啊 继续的啊 加大国力油气 正逐上产的力度啊 作演长远啊 我们在能源律师转型方面啊 刚才王兴 女士也做了介绍啊 积极稳土的啊 进行推进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第一条问题的回答是来自于公司首席执行官级总裁周星怀先生 第二条问题的回答是来自于公司董事长汪东静先生 谢谢 提醒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现在进入的是问答环节 如果现场的各位需要跟我们的管理层进行交流 请举手示意在线上的朋友们如果需要提问的话请在电话上按新一键第三排这位女士 管理层你们好 我是《经济日报》的Done 那有两条问题想请教的想询问一下你们对今年那个国际油价的酒势是怎么看的怎么看就是中东那边的冲突可能对今年油价的那个影响还有对集团的那个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第二条问题就是就是现在中央也鼓励就是国企那边就是提高那个分红那一些的那你们在这个方面上其实有没有一些什么对拍戏还有拍戏率的那个方面有没有想法有些转变或者是调整呢 谢谢 我是厦门大学的林博强 主要是做人员 特别是油价方面的一些研究 应该是做了几十年了吧 那么呢那个油价其实真正启动的是而无冲突 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涨幅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危机要来了 那么接下来就慢慢地恢复 因为市场通常会过度地反应某一个危机 那么接下来的话它就慢慢地恢复到一个相对正常的水平 也就是说其实在八十美元左右上下波动 有利于油价的他们就上下走 走个百分之十几 不利于地往下走 所以呢这个八十美元的这个支点呢 我认为是由几个方面造成的 那么首先肯定还是俄乌冲突 俄乌冲突导致的这个俄乌冲突 以及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 导致的这个整个工业链成本的上涨 你原来的便宜基础设施不用 那只能用贵的啦 那这些都要寄存到油价里头去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八十美元的支点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解释 那么呢这个其实呢 目前的发展呢还是比较有利于油价的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前期 包括低趟转型比较激进 特别是有一些银行不再支助 不再支持那个对那个油气的投资 比较激进 使得这个投资到疫情 从低趟转型到疫情这么一段时间呢 投资其实是减少的 但是后面的需求的恢复呢 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边呢就造成了供应的压力 那么就我们看到了这个八十美元 目前的话是一个比较坚挺的 这么一个支点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俄乌冲突导致的这个 特别是欧盟 它的那个对人员危机的这个意识 那么使得这个人员安全又回来了 曾经我们是对人员安全非常重视 但后面有一段时间主要是转型 清洁转型 那么现在呢又重新回到人员安全的这个 这个重点上来了 那么这个不是中国 这个所有国家都是把人员安全 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们经常说人员安全又回来了 那么呢这个这次的人员安全呢 使得我们对传统的化石人员呢 有一个重新的评估 就对这个整体的保障能员安全 那么呢 那这种评估呢 那个就使得这个欧盟有一些 国家也好 有一些机构也好 包括大型企业对它的减排的这个 这个目标呢 进行了调整 就刚才也问到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呢是其实是有利于油气的需求跟油价的 我个人还感觉2024年的话 基本还是以80美元为止点 因为大的 我刚才讲的这基本面并没有改变 特别基础设施方面 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维持 所以说我预计呢 如果我们产量一直在增长 那成本管控很好 还是会 海油还是会保持良好的业绩 谢谢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我来回答您的这个第二个问题 实际上中国海油历来非常重视股东的回报 那自我们2001年上市以来呢 始终是坚持每一年两次的现金分红 我们也统计了一下 这个20多年来已经累计的分红4500亿元以上 那么在我们这个2022年回归A股的时候 更是做了一个更明确的这样一个股息的指引 也就是承诺了一个这个比相对数和绝对数的 这样一个比例的这样一个股息指引 那么至于具体的股息分配呢 我们会考虑很多的因素 那么还会考虑到公司的这个盈利的状况 以及资本支出的开支的情况和现金的情况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在高股息的同时 其实也保持了高成长性 一直持续比较大的资本性投资 如果没有这些资本性投资的话 可能公司就没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盈利的状况 那正是这样的一个盈利的状况 才可以使得我们去分更多的红 所以我们会在这几个因素之间进行平衡 当然尽可能地去回报投资者 那么我们其实也跟国际同行做了对标 我们在同行里面还算是派泄还是可以的 那么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这个三年的承诺 应该是到今年结束就到期了 所以我们也在认真的研究 我们下来的这个股息政策 也会在适时进行披露 谢谢 好的 谢谢 以上的回答 第一条问题的回答是来自于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林博强先生 第二条问题的回答是来自于公司 首席财务官王欣女士 谢谢 好 我们欢迎下一条提问 好的 我们下一条提问是来自于 线上东方日报的Timothy 请继续您的提问 好 我们有请来自线上东方日报的Timothy 请继续您的提问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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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到吗 可以听到 请继续 谢谢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咱们海外 现在我十月份里问过王总 其实就是最近国际的同行 尤其是Effermobile 他们也做了一些比较大的并购 也不仅叫Effermobile 今年你们会怎么看海外并购的目标呢 有没有现在一些看中 还是会集中力量开发国内的资源呢 就是想看一看 就是美国 就是中美关系比较紧张嘛 会不会对美国项目 美国加拿大的项目最是处置呢 另外也是关于加拿大的 就是想看一看现在油沙那边的状况怎么样 谢谢 好 第一条问题是问关于海外并购 或者是开发国内资源 公司是怎么样抉择的 那之后还有一些是关于 中美关系对美国项目的一些影响 加拿大油商的一些影响 还有第三个问题 好 这个第一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这个公司制定的五大发展战略 其中重要的一个战略之一 就是国际化发展战略 我们的目标是下坏建设 世界一流能源公式 那么在这个进程中 我们国际化的程度和发展 必然要追求世界的一流 所以我们在这个海外义务的发展上 我们这个步伐 仍然保持一个积极推进的过程 当然从近年来 我们在国内的油气政府上传方面 产量 储量都得到了大部分的增长 同时王欣欣女士刚才也讲到了 我们海外的储量产量的增长 也是规模很大的 包括贵亚拉的项目 包括巴西的项目等等 这些都是目前全球的特大型油气点的发现 和巨型的产能建设项目 那么对于刚才提到的加拿大 加拿大的油沙 这个请新外同志给介绍一下 总体我们加拿大的油沙 它在今年也是产量大幅的提升 好的 非常感谢 这个应该说 从我们披露的角度 我们不单独对某一个单独单元进行披露 这是第一个年则 大概有个 我可以大概地说 我们近两年通过我们管理层的 管理和技术的大幅提升 我们加拿大的盈利能力 已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的水平 我们的产量 储量和我们的效益 都都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在加拿大 整个油沙行业 也是排到比较前面的几家公司之一 我就只回答到这个地方 谢谢你 好的 谢谢 以上的回答 第一条的回答是来自于公司 董事长汪东靖先生 第二条问题的回答是来自于公司首席 执行官级总裁周星怀先生 谢谢 还有没回答 那请继续 是不是还有补充 那我简单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 就是公司实际上是刚才董事长讲过 我们在整个的资源是在全球配置的 那么我们整个资产的油气的资产 是我们有商务的团队 每年都会对我们的资产总和进行定期的评估 我们不特定对某一个地区是禁寒退 我们主要去坚持这个市场外原则 来平衡我们的风险和汇报 所以这个我们每年都会做正常的一些 那个进退的调整 好吧 这位朋友不知道回答你的问题没有 谢谢 好的 谢谢 以上的补充是来自于公司的董事会秘书 徐玉高先生 谢谢 好的 我们欢迎下一条提问 下一条提问是来自于路透社的陈爱珠 请继续您的提问 想提醒在线上提问的所有的朋友们 请尽量放慢您的语速 以便我们管理层能更精准地回答您的问题 来自路透社的陈爱珠记者 请继续您的提问 谢谢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安哥拉 最近有一条小小 我们做了一个报道 就是我们的国际部的同事 要去安哥拉了解区块24 可不可以请管理层介绍一下 我们对安哥拉投资的前景 为什么是区块24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在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宣布了两个很大的发现 一个是南海那个珠江同地的深水 还有秦皇岛237273 对不起 可不可以请管理层介绍一下 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推出这么大的两个发现 当然这个工作不是非常最近做的 只是想听听 只是想听听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宣布这么大的两个发现 是不是意味着 海油要加快提速国内这个储量的开发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路透社的记者朋友 我也发现您对我们还是非常关注的 好像好几回都听到你的提问 非常感谢 对于第一个安格拉这个国家的机会问题 我们刚才董事长已经对我们整个海油的国内国外的战略 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 我们秉承一个原则 在国际上我们正按照我们海油的自身特点 来匹配我们海油适合的项目和核弹区块 我们本质要有回报的 比较好的我们的经济评价的参数指标 来获取我们相关的海外的资产和区块 对于安格拉呢 近期我们两个国家互动比较多 我们作为一个国际油气公司 我们也是非常关注 这个安格拉的相关的油气 包括相关能源方面的这个信息 积极关注积极评价积极研究 有新有好的新的消息 我们会按照披露要求第一时间向市场披露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开平栏和情况的273 这个勘探发现的一个披露 应该说啊 刚才您也已经表述出这个逻辑来了 勘探发现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发现好的 我刚才在前面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已经回答了 我们前几年做了很好的一个准备 我就这两个分别说开平栏 其实开平栏是经过30年的勘探 旁边打了七口井 都没有像样的相应发现 累计的控制数量也是非常少的 这个量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通过我们多年的整体研究 能够按照一个大中心油济田勘探的策略的整体部署 能够按照这种节奏 我们就把开平栏用两年的时间 应该是高效高速的探明了 这个我们南海首个深水深层 还是优质的油田 应该说为我们深圳地区啊 南海东部地区文长2000万吨 应该说非常具有稳定性作用和提振 这个信心的作用 情况下其实本质上来说 情况岛地区是我们渤海在我们对外合作 82年以后在90年代末大发现的一个主要的战场 我们通过我们勘探开发的持续的论识提升 我们借鉴了以前主要以穷人构造的勘探理论为指导 应该说起得了非常好的勘探成效 近几年我们借鉴于我们渤南的 渤南海域肯尼地区的浅层的 这个延续游测场的大面积研究游测场 成长理论的拓展 我们通过精心准备 精心研究精心准备 应该说通过七年一年的高效勘探 探明了一个亿吨级的 探明超过亿亿吨吧 应该说为我们这个老区 从熟区的进一步的文厂上场 应该说提高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储量的基础 下来也请您继续关心关注我们 勘探的大发现 也应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在相似的地区 仍然会有比较好的 有比较好的信息向市场公布 谢谢 请我补充一句 您可能比较关注的是 这两个发现 这个披露时间间隔比较短 因为我们刚才心怀 这个CEO已经介绍了 勘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国家储委对这个储量的评估 它是分阶段的集中评估 前一段时间进行了一次 所以它在评估通过以后 我们才能对外披露 好的 谢谢 以上的回答 一部分是来自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及总裁周星怀先生 后面的补充是来自于公司董事长 汪东静先生 好 谢谢 我们先看线下的这位朋友 第二排的这位记者朋友有提问 管理层好 我是香港南华早报记者 我想请问一下 公司过去两年 在北京和天津成立的新能源公司 这两家公司 现在在能源转型和CCUS 这些绿色地炭技术方面 有什么布局和规划 还有就是公司未来 在氢能和生物燃料方面 有没有什么规划和目标 就是能给我们一些数字分享一下 谢谢 我说 谢谢香港这位记者 应该说我们秉持一贯的做法 就是说对于能源转型 一定是要提及不稳 所以我们提及 所以说我们就在渤海 天津和海南 成立了两个新能源分公司 注册了两个公司 这也是我们下一步 可以进军转型发展的基础 这是按照我们中国政府 地方政府等等相关的要求 我们来成立这个公司 所以说成立公司 也是一个前提条件 对于两个公司的 现在的业务发展 我们每次披露都是 我们是不超过5%到10%的 整投资的这个量 来进行我们 是不超过 所以说应该说我们这个 还是比较稳妥的一个概念 中央包括全球 应该说现在大伙 越来越共识到一点 就是双烫的转型发展 能源的转型发展 既要转更要稳 最为重要的是经济有效 所以我们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一定是一个长期的时间 所以我们应该说 也按照董长 我们整个集团 我们有限公司 董事会的要求 我们进行提及不稳的 新能源的战略的部署 具体的数据呢 我们就不方便 单独地向您披露了 好吧 不跟我说 谢谢 好的 谢谢 以上的回答是来自于 公司首席执行官 及总裁周星怀先生 谢谢 我们欢迎下一条提问 好的 我们 第二排这位女士 谢谢管理层 我是来自标普的周晓益 我有个问题就是 关于俄罗斯 那个北极二的项目 因为在去年 八月份的时候 曾经披露过 就是说 去年年底将会投产 不知道现在这个项目 是怎样一个进度 一个情况 谢谢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那个 实际上我们的项目呢 的的确确在国内外 有些项目呢 受到一些制裁 有些项目呢 遇到一些挑战 对于一些项目呢 我们会积极地和这个作业者 我们的合作伙伴 还有利益的相关方呢 进行密切的沟通 来妥善地 来处理相关的事情 那么有什么消息的话 我们会根据规则 来及时地去疲劳 谢谢您的问题 好的 谢谢 以上的回答是来自于公司 董事会秘书 徐玉高先生 谢谢 好的 我们欢迎下一条提问 是来自线上新京报的记者 请继续您的提问 您好 我们最近关注到 中国海油在大力发展海上风电 想了解一下海上风电 现在在获取资源方面 是否遇到了哪些挑战 如何面对这些挑战 还有第二个问题 想了解一下 近期中国海油这个股价大涨 国务院国字也提出 要把市值管理纳入到央企 负责人的业务考核当中 那未来中国海油准备 如何加强市值管理呢 谢谢 行 这个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来回答吧 这个中国海油 在这个能源 绿色地炭转型中 也是结合我们 置身一物的实际 从这个绿色能源方面 我们目前主要 基于我们海洋工程方面 丰富经验和试检能力 在探索发展海上风电 尤其是漂浮式海上风电 去年我们实现了 全球双百的 这个漂浮式风电的 投产 给海上生产平台 送电的稳定供应 双百什么概念 就是离开 岸基超过100公里 水深超过100米 这个双百的目标的实现 应该在目前 还是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 这是一个示范项目 也为我们今后 在规模化 商业化 实现漂浮式风电的开发 敬礼经验 那么 第二个问题 请王英女士 给大家 给您报告一下 感谢您的问题 我们也是关注到 市值管理 纳入中央企业考核的 这么一系列的报道 当然现在可能 国资委的具体的 考核措施 还没有出来 我们也会密切地跟踪 也会继续配合 做好相关的工作 那么从中国海欧方面 其实我们 一直非常高度地 重视市值管理 那我的理解 就是说 首先来讲的话 公司是要做好 自己的工作 要保持高质量的发展 要做好价值创造 那么其实我们 今天的PPT里面 花了很大的一块的环节 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如何增储上产 如何降本体质增效 在做好我们自己的 高质量发展上 下功夫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认为就是 需要这个 做好我们这个 高度重视股东的 这个分红的 这个管理的工作 那么中国海欧 前面也是提到了 我们也是 这个一直是坚持 这个高股息的 这样的一些政策 以及呢 在市场不好的时候 我们也要用一些 市值管理的手段 包括历史上 股价低迷的时候 用了股票的 这样一些回购 并且大股东也做了一些 增持的这些工作 这些都是去维护股价的 一些工作 那么确实也非常感谢 各位股东的支持 也是看到 公司最近的股价 涨得非常好 也是感觉到 这个大家对公司的 这样一个认同 我想下来呢 我们会继续地做好 练好内功 做好公司的这样一个 高质量的发展 做好价值创造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也是严格遵守 披露的要求 做好相应的 这个投资者关系 和股东 做好良好的沟通 此外呢 也是用好各种 这种市值管理的工具吧 积极地维护 公司的市场价值 谢谢 我补充一点 非常感谢 刚才 文心师傅 已经说得很好 我说啊 第一呢 从我们公司的 这个层面来说 我们管理层 尤其是我们董事会 我们汪总 这个董事长 是把我们这个公司啊 把这个市值管理啊 长期以来是 把它当作我们 非常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在进行管理的 这是第一点强调 第二点呢 我们这个市值啊 就是一个是公司 还有一个股民 股东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股东们啊 更多的要 早远于 中长期的 回报 要兼顾好 短 中 长期的 这个预期 我就说这么 补充这么一点 好的 谢谢 以上第一条回答的 第一条的回答是来自于公司 董事长汪东静先生 第二条问题的回答是来自于公司 首席财务官王兴女士 补充是来自于公司 首席执行官及总裁周星怀先生 谢谢 我们的最后一条问题是来自于 线上财联社的记者 请继续您的提问 你好 财联社记者 我想问一下就是 一个是前面可能有记者已经提过了 然后也想问一下 关于雪佛龙 收购赫斯 目前咱们这边中国海游 这边目前对这个事情的进展是什么 之前有说过是按照有关合同推进吗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看了一下咱们的业绩公告 然后有提到说是 在中国国内以及海外的勘难费用 这两年就是2023年 根据2022年相比来说是有所下降的 想问在勘难这方面 目前是已经基本完成吗 还是说有遇到什么瓶颈 然后海外方面的参谈 我注意到连续两年 好像金额都有些下降 当然开发成本 开发的资本支出在上升 然后未来还有哪些海域 像安格拉这种 就是我们未来有可能会有产生增量的机会 第一个问题应该刚才我已经回答过了 我再简单的强调一下 这个实际上您也注意到 实际上不仅仅是我们 这个实际上 X上是第一家提出这个仲裁申请的 那么HELS呢是第二家 我们是最后一家 提出这个仲裁申请 这都是按照当时的合作伙伴 签订的联合作业协议 相关的这个条款来进行的 那么后面的工作呢 我们会按照这个条款的规定 运用这个法律的这种手段 来最大限度的维护公司的这个利益 和这个股东的利益 那么有什么这个消息呢 我根据监管的要求 我们也会及时的会去 这个主动去披露 也感谢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第二个问题我来回答 非常感谢这位记者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勘探呢刚才我说 对于我们这种EMP公司来说 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所以呢我们强调 不管高油价 中油价低油价 要保持勘探的整体稳定 所以我们是坚持这么一个 整体的勘探的一个战略 第二点呢 刚才我澄清一下 我们2022年勘探费 整个勘探投资是205亿 这里面23年是198亿 就在国内加起来 应该说基本是稳定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跳跃 第三点呢 我们22年呢 因为海外有比较大的 我们义务工作量要完成 所以比例占的比较多 对国内来说 这近几年应该是 基本是稳定的 130 140亿左右的这个投资 海外呢是要按照我们的 勘探区块的获取 和我们相关的义务工作量 它有阶段性的跳动 也借这个机会啊 那个简单阐述一下 我对我们中国海游 国内近海的 勘探潜力的 成熟度的一个分析 可能大伙也注意到 我也干了将近20多年的 从基层一直在做勘探的工作 我个人认为啊 中国海游 我们海域近海 我们还是有比较好的 勘探前景的 近几年的勘探效果 也印证了我们这个观点 应该说整体处于 勘探的中期 应该说还有随着我们 勘探投入的稳定 我们可以有预期的 或者稳定预期的 勘探的好的发现 所以我觉得请大夫放心 我们有比较好 应该说我们有 这个战略定力的 我们也有我们 靠近中国大市场的 这么一个非常好的 消费市场的一个 这个优势 所以我们要加大 国内的勘探开发力度 在近几年 应该说 董事长刚才也说了 我们要加大 国内的勘探开发力度 和争处上场工程 我们要只有发展 我们海外的 这个好的区块和新的项目 我的回答这么多 谢谢 好的 谢谢 第一条问题的回答是 来自于公司董事会秘书 徐玉高先生 第二条问题的回答是 来自于公司首席执行官 及总裁周星怀先生 谢谢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中国海游 再次感谢各位的出席 以及支持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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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